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末期 全国朱元璋在皇族后代子孙人口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 崇祯上吊 大明灭亡后 这一百多万的皇族下场如何 大部分被农民军杀绝在明末 天灾不短 民不聊什么 因此李自成 张建忠等大起义 口号就是打土头 分田地 分财产 而朱明皇族那可是最有钱的 国家财政大部分用于养皇族 而且明朝给皇族大量的田地 因此皇族那个个是父的留有党 因此农民军第一个矛头就是针对皇族 当时很多分散在各地的皇族基本上被农民军洗劫 杀绝 如 当时文立皇帝的小儿子 朱王朱长寻一家上下几千人 在洛阳碑里自称杀绝 只有其一个小儿子 朱游松陶武出来 襄阳王朱语明 一家被张建忠杀光杀绝 一个都没留下 财产被抢光 这还是能找到历史记载的 而北方各地大大小小的朱姓皇族 基本上被各路起义军杀光 成为这些起义军队重要的财政来源 因此当时大部分皇族 尤其是北方皇族基本上都被杀绝 惨死 抵抗也大多惨死 虽然大部分朱元朗的皇族子孙大部分在北方被杀绝 但也有一些逃到了南方 如上面讲的福盲的小儿子朱游松 他逃到南京 被南京的官员用力 建立了宏光政权 抵抗清军和农民军 之后还有在福州 云南 四川等的都建立了小朝廷 都是幽诸姓皇族建立 坚持抵抗 但是也许是大明该灭亡的 这些小朝廷建立后不是集中力量去组织抵抗 而一建立立马陷入争权夺利 党争不断 因此小朝廷基本上都是一路败退 皇帝不是荒淫无道 就是没有实权 因此最后的结果是 几个皇族建立的朝廷很快就灭亡 很快这批人就被杀绝 基本上很少有漏网之鱼 活下来的大部分皇族被残杀 抵抗而死 但是 当时相对稳定的南方皇族来说 为了避祸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 如很多远之的皇族 基本上蜕变为当地的地主 在灭国大难来临后 很多皇族开始改名唤姓 安心做一个地主富翁 因此 清军南下 要么主动投降 要么就被埋目 加其尾巴做人 只求能生存下来 因此 这部分人 基本上都改姓融入其他姓氏 有些皇族迁移到别处 隐姓埋名也生存下来 但是 这部分人是很少的 因此 还是那句话 皇族虽然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 在王朝末期 最惨的也就是皇族 可能连性命都是奢望 问题来了 如果让你选择 你想成为皇族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不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